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臀部服用七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聊聊 為什麼台灣要叫做中華台北吧! 其實原本這一集 是要直接聊東奧正名這個公投議題 但後來發現有好多東西需要交代清楚 所以就變成先劃一集說明 中華台北這個名字的由來 然後之後我們會再上一集 東奧正名的影片 這樣我們對這個議題就會有更完整的認識了 那在說明中華台北的由來之前 我們要先來了解一下相關的重要詞彙 第一個是國際奧會 國際奧會 也就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它是同管每四年奧運活動的最重要的角色 第二個是國家奧會 國加奧會 它是各個國家的奧林匹克委員會 它可以代表國家要參加國際奧會所贊助的運動賽事 也就是具備參加奧運跟其他相關區域或國際賽事的專屬權 而各國的國家奧會也都會有專屬的會籍名稱 會齊、標誌跟會格 第三個則是代表團 代表團 也就是每個國家奧會所培訓、推派去參加奧運的 國家代表隊選手 而在每一次的奧運當中 各國代表團出賽時也都會有一個代表團的名稱 之所以要講這件事是因為 國家奧會的會籍名稱跟代表團的出賽名稱 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概念區別對於中華台北 以及東奧正名公投這個議題相當重要 而我們所熟知的中華台北 其實一直以來都同時是奧會的會籍名稱跟代表團名字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切入正題 聊聊中華台北是怎麼來的 而這一切都要從1922年開始說起 在這一年中華民國成立了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簡稱中國奧會 不過在1949年之後 這個會籍名稱就變成中華民國跟中共相互爭奪的目標 1952年國際奧會宣布 中華民國跟中共代表團都可以參加奧運 但中華民國因為漢賊不老力 所以氣噗噗地退出了那一屆比賽 那接著在1954年 中共申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會 這個奧會會籍名稱 不過在1958年 中共因為反對中華民國的奧會會籍失敗 所以也氣噗噗地退出了國際奧會 跟八項國際單項運動協會 因此他們算是失去了奧會的會籍 但是到了1959年 中共成功地利用蘇聯向國際奧會施壓 使得國際奧會停止成員中華民國 繼續使用中國奧會這個會籍名稱 並要求改用其他會籍名稱重新申請入會 而中華民國就決定用 中華民國奧會這個會籍名稱重新申請 但卻被國際奧會否決 因為他們認為中華民國的奧會 所控制的地區只有台澎金馬等地 所以建議將奧會會籍改成台灣或是福爾摩殺 不過這項提議也被中華民國政府否決 因為政府認為這意味著放棄了 對於中國的代表權將自己降格為台灣 那1960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再次以中華民國奧會這個名義申請入會 不過這次國際奧會索性同意了這個會籍名稱 但條件是代表團必須使用福爾摩殺 或是台灣的名義參賽 因此之後在1960到1968年的三次奧運之中 台灣選手都是用中華民國奧會這個會籍名稱 但是使用福爾摩殺或是台灣的代表團名字出賽 接著在中華民國奧會的持續努力下 終於成功地在1972年的慕尼亥奧運中 單純以中華民國奧會這個會籍名稱 同時以中華民國這個代表團名字出賽 不過從1971年開始 整個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甚至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位置 中共也在許多國際運動賽事中 逐漸取代中華民國的出賽權 讓中華民國在那些比賽中失去原有會籍 而在奧運方面 中華民國的奧會會籍名稱 會籍跟會哥也再次出現問題 1976年該屆奧運在加拿大蒙特樓舉辦 中共向加拿大施壓時的加拿大不願意 讓中華民國代表團選手入境 並拒絕他們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出賽 這個舉動讓國際奧會認為有違奧林匹克基本原則 也就是不允許因種族或政治為由 歧視任何國家和個人 並表明國際奧會所承認的國家奧會 不是政治上承認 所以加拿大應該讓中華民國奧會的選手入境參賽 不過後來在當年度的國際奧會年會當中 國際奧會另一方面也要求 中華民國的代表團選手要改以台灣這個名字的出賽 並依照這個方案做提案表決 而因為中華民國的代表團自覺受到政治的歧視 所以再次氣不哭的退出了該屆的比賽 時間再來到了1979年 國際奧會最後決議同時承認 中共在北京的奧會會籍 以及中華民國在台北的奧會會籍 但就在同一年即將卸任的國際奧會主席 為了在任內拉攏中共入會 巧妙透過各種投票表決方式 讓北京奧會會籍更改為中國奧聯匹克委員會 且允許使用中共的國籍跟國歌 而中華民國的奧會會籍 則繼續使用中華台北奧會這個名稱 但是不能再用過去的會籍跟會歌 針對這幾事件 中華民國政府因為再次感受到嚴重的政治歧視 因此直接向國際奧會總部所在的 瑞士洛桑的地方法院提出控告 但事情並未獲得完善的解決 因此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的名稱 會籍跟會歌問題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最後1980年7月新上任的國際奧會主席 薩馬蘭奇決定出面協助調解中華民國奧會 匯集跟代表團名稱的問題 並在1981年和中華民國的奧會主席 沈家明在洛桑正式簽訂協議 內容包含了 1.中華民國奧會匯集名稱 英改為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 2.中華台北奧會的旗幟跟標誌 獲得了國際奧會的許可 3.國際奧會保證中華台北奧會參與奧運會 跟其他國際奧會活動時 享有和其他國家奧會一樣的地位跟權利 4.國際奧會將會協助中華台北奧會 申請加入或恢復之前在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的會集 這個就是著名的從洛桑協議而來的奧會模式 這意味著台灣選手之後得透過中華台北奧會 並以中華台北這個代表團的名義 參加奧運跟國際運動賽事 所以縱觀來看,中華台北這個名字的誕生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從1970年開始,國際局勢發生改變 世界各國開始紛紛挺中共 這使得中華民國難以再單獨使用 中國或是Chinese這個名稱 第二個是,因為兩蔣時代的政府堅持使用中國這個字 所以選擇了放棄使用福爾摩沙或台灣這個名稱 好的,以上就是關於中華台北這個名字的由來 之後我們也會再做一集東奧正名公投的影片 而且會以這個背景脈絡為基礎 幫大家分析這個公投案的來龍去脈 同時也會說明為什麼要特別釐清 國家奧會的會籍名稱跟代表團名稱之籃的概念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為什麼台灣會叫做中華台北吧!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更多有關於今年公投的影片 也別忘記點擊這個地方,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 好! 來吧! 其實部份的誓慈